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好补上这一块 再加上潭子火车站呢 它的这个铁路高架化 都将会使得这个潭子的旧市区 它的生活机能变得非常的完善 好 住商不动产 潭子中山加盟店的店长刘正宏 他也说 慈济台中分院周边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台塘的土地 私有地跟私有的 私人拥有的住宅很少 但是根据苹果日报说法呢 慈济分院进住之后 私有地及住宅开始出现炒作 从2005年开始 以慈济人士 因法族为主的 这些客层的购物需求 大量的增温 带动了潭子区 潭子路以东 还有院区周边 还有台中市 石崎重化区的整个房市的需求 但是奇怪的是 台中慈济分院附近的新屋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呢 却差距非常的 价差很大 这个住商不动产 潭子中山加盟店的店长 刘正宏他表示 他说因为建案啊 他的这个靠不靠近路的条件 还有土地取得的时间 他的这个情况 时间点不一啊 他所负担的营建成本也不同 导致呢 这个新屋的房子的房价 差异相当的大 至于院区周边 目前只有的一个叫做 祥人院井 那是2007年年底的报道 他说这个案子 祥人建设 为什么这么具有 前瞻性的眼光呢 他无所不在的这个婉君啊 帮我们找到了答案 就是说原来早在慈济台中 潭子医院盖好的半年前 也就是2006年的5月 祥人建设 就在医院旁边 台中市潭子区 丰兴路 一段一号开始造证 推出了283户 每户50平到60平的 慈济祥人院井的社区 好 就算保守估计 一瓶赚个五万块吧 算一算 这个祥人社区 至少为祥人建设 获利八亿元 祥人建设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会有这样独到的眼光 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准的 前瞻的眼光 事前就看到未来的发展呢 好 答案来了 网军告诉我们 祥人建设的老板是谁呢 答案揭晓 苹果日报的报道曾经说 他是慈济基金会 慈善事业发展处的主任 吕方川 好 没错 就在慈济医院动工之前 那么这家建设公司 就在这个没有人会到那边 去盖房子的地方 先盖了社区 好 问题就来了 他就这样子 就获利了8亿 这就是整个炒房炒楼的方式 就是说在开发案的同时 他白天是慈济人 晚上是建商 然后在这个开发案之前 就把旁边的土地呢 或者是捐出去的同时 就捐了一部分 保留一部分 或者是就在旁边开始 买进大量的土地 开始盖房子 然后在医院落成前 就这么准 半年前就开始推出建案 然后炒房 炒楼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台中弹子医院附近炒楼跟炒房的故事 黏晃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解读 世界上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我是基本上我是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就是要实际要盖医院 然后旁边就会有人盖房子盖社区 那我们知道一般建商来讲 他要盖房子要盖社区 土地取得一定是长期的计划 会在慈濟盖医院之前 因为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知道说 这边要盖医院了 我再去买地 那一定是买到很贵的地 所以那再加上 这个祥人建设的老板 跟慈濟的关系这么密切 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慈濟的融洞 至少要花一百万才能当融洞 如果我是这个建商的老板 如果我能够进到决策核心 如果我能够事先知道 慈濟在哪里有什么投资的话 我不要一百万 花一千万我也愿意 如果八亿赚八亿的话 花一亿都划算 对 都划算 因为是投资 报酬率是百分之七百 对 那个当然划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慈濟应该好好的 跟大家讲清楚 你讲到医院 我就想到我们新店的慈濟医院 新店慈濟医院原本那块地 其实它是一个农地 那原本前面的道路 其实并不大 可是后来因为我原本不知道 因为我住在新店住很多年 我原本不知道 那个地方要盖慈濟医院 只是有一天我在经过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个道路怎么有透宽 然后两边的人行道重新坐 然后路面重新铺平 就铺得很笔直 很平坦 后来还知道原来慈濟医院 要盖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好吧 因为有医院嘛 常常有一些患者要经过路铺平一点 让大家车坐的舒服一点 OK 我也同意 可是很奇怪就是 在慈濟医院的附近呢 就会他会自然形成一个聚落 OK 他有一个商场 然后有一些卖 有一些餐厅 然后有一些店家 就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聚落 我不晓得这个是巧合 还是说类似像台中弹指 这样子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疑点 那其实是巧合也有鬼 对啊 因为我刚刚就讲 我不相信世界上 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要不然早就中十亿的大乐透了 不是巧合 今天那个季国东委员 说他曾经咨询过这个交通部长 这块地可不可以 那个时候还没有辞进的说 他说可不可以开一个交流 到一个方便附近居民 结果当时的交通部长跟他说 没问题 因为慈激要来了 对 所以所以说这显然就不是巧合 这就是事先 大家都已经知道 都已经铺陈了 所以我为什么 我会最近经过这一两个礼拜讨论 我会用一个宗教霸权 来形容慈激这样的一个大的团体 其实如果大家读过这个欧洲 中世纪的历史的话 你就知道欧洲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教皇教宗在统治国家的 慢慢才后来过渡到从神权军权 慢慢过渡到民权 其实我觉得慈激有点 给我一种那种感觉 我回过头来讲一下 刚刚这个南亚海啸的 我觉得这离谱的事情在哪里 你知道吗 南亚海啸发生在二零零四年 那任何一个公益劝募团体 他比如说这个属于专款专用 他一定会另外申请一个跟平常常规性捐给慈激的账号 是不同的账号 因为你要这个南亚海啸 那你在申请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必须向内政部申请 而且你在申请的同时 你要告诉内政部 我这一笔钱是要做什么用的 那我想慈激当时的申请 一定是说为了因应这个南海 南亚发生海啸 震灾使用 那可能后面 我在猜 因为这内政部应该有申请书的这个流底 我在猜后面可能会加上一些 如果说这个有余额 用作其他什么社会公益之类的 那如果你是为了南亚海啸 成立的专户 照理说内政部应该就在审核的时候 应该就只有说你这个钱就只能用在南海啸 你要偷怒其他目的 不行 那他一直执行八年后 没有执行 到二零一三年才执行完毕 可是公益券目条例十九号 规定清清楚 三年之内要执行完毕 可是公益券目条例 我把它看完 我发现他并没有讲说 你那你如果三年后没有执行完毕 这个有没有罚则 或说这个钱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你说实际 有没有违法 我只能说他们的人非常懂法律 反正你没有罚则吧 好像有罚则 但是对 那对 那这个钱 那这个钱 这个钱该怎么办 几万块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违背一个慈善团体的一个成立的宗旨 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好听到一个故事 我就觉得跟慈禁拿来做个对比 这家医院也在花莲 他叫花莲的门诺医院 这个黄院长当年门诺医院要募款要成立一个老人中心 那他就是专款专用 他就跟大家募款 就募了款 就大家很积极捐款 捐了款之后呢 他发现说 我假设我金额 我不知道 我做一个比喻 假设我预定的金额是两亿 可是我募到两亿多 多出来的钱怎么办 当时这个黄院长就讲说 我只我只需要两亿 那我多出来的钱 我是不是退还给所有捐款人 那当时就有人跟他建议说 你这样退还 那你要怎么退 你要照比例退吗 还是他说这个太麻烦 后来就有人建议黄院长说 那你就干脆这样子 你就停 你第一步你先停止募款 因为我钱已经够了 我停止募款 那剩下钱怎么办 你将来这个老人养护中心 你还是需要用到钱 就把这个钱存在这个老人养护中心的 专户里面 他绝对不挪作其他的用途 他就把存在专户里面 然后这个钱真的全部用在老人养护中心 那如果说规模比磁剂小 非常非常多 可能他只有磁剂的十分之一的规模 不到的门诺医院 都可以做到这么的细腻 而且这么的有公信力 我不认为磁剂做不到 那如果说磁剂 你有很多的结余款 比如说你的这个莫拉克风灾 你有十七亿的结余款 就在你花蓮台东 很多的公益团体 其实他是募不到款的 因为我自己也捐钱给东基过 台东基督教医院 他们募款是很辛苦的 那难道你不可以把钱捐给他们吗 其实他有结余款是没有道理的 你知道吗 因为应该用完 应该全部用完 因为像南亚海啸 我们讲出来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那他为什么他会有结余款 那好 你没有这个阴谋 坏心眼的话 就是因为你执行不利 但你不是效率很高吗 对不对 那这个跟你一贯的 给我们的形象不一样 那第二就是 你故意让他有结余款吗 因为我们的法律公益券目条例里面 有一个漏洞 让他可以去申请这个 结余款的专挪用 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国际造神 或者是你所说的 某种方式的这个洗钱 那当然是洗钱 这个某种方式的涉嫌洗钱 那彭文正他的小孩 有太太的妈妈看 我那个 你没有少 你没有太太 我没有小孩 我们两个可以关在一起吗 不会 我觉得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查下去 我觉得 我越觉得光明磊落 理直气壮 你不要再用这个那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告诉我们 实际在国内 当他在我们的这个民智未开 一个独裁专权被打倒的 这个政治的这种 这个转型期当中 他就用另外一种 精神性的这个偶像崇拜 然后去撂倒了 大部分的台湾人 那接下来之后 他在台湾成为一个神 大家看了他都要 匍匐趴地 然后还叫他要这样上人 不能不叫上人 叫他这个什么 他明明就叫市政言 那接下来就在全球 在造神 全球造神传出来的理由 是要得诺贝尔奖 所以我强烈怀疑 你有决一款南亚海啸 结果你给 你知道他给南亚海啸的比例 是蛮低的 南亚海啸应该用在南亚 结果决一款比用掉南亚 他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巴基斯坦那些可能算南亚了 那你的目的何在呢 你的目的是做 对 你是做国际宣传嘛 不知道会不会吐血 那中国大陆的那些开发等等 那更可怕了 你知道吗 那永远都是你这些亲信 这几个人放在那里 那很多人说 政言他可能不知道 拜托 请大家也不要再替他 来这个辩护 他现在77岁 可是二十年前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 他才几岁 他才五十几岁呢 更精壮聪明的时候 那你这些说辞 其实都脱离现实 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一个法治面 这个法治面就是慈祭 他是宗教的托拉斯 江灿腾教授所说的 慈祭为什么以他为核心 因为他是一个黑暗王国 他的黑暗就是他黑箱作业嘛 什么事情都不这个透明化 那光明磊落 你就把所有的东西 都验证给我们看 我们再催逼下去 你不肯验证 这就跟马英九 陈水扁他们一样嘛 他们都是在 红山军时代是这样 这一波的这个去年 我们对于马英九的门神 的质疑是一样 现在对于慈祭的质疑 是本于初衷 分配正义公平 如果你在地检署 你所有的各地的地检署的检察官 你们还不动吗 还不启动吗 你如果还不启动 那就继续的让我们 大家来追讨啦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回避 检察官怕得癌症 所以应该不太敢查 我跟你讲 我知道检察官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什么慈悸的这个相关的人士 但是经过这一阵子的讨论之后 你没发现吗 慈悸里面分阶级的 大部分的有阶级的人士 他们就是那种可以一边白天做商人 晚上做慈悸人 然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做这个牟利的企业家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去做慈善家 有这样子的文章当中他也提醒 如果说到时候被分派出来调查的也是个慈悸人 可能大家努力就都白费了 我们可以要求回避 找个非慈悸人来调查 捷余款部分我来补充一下 我同意周杰讲 就是说你既然是专款专用 你就不应该有捷余款 你说我无法预估会募多少钱 也没有关系 譬如说以八八风灾来讲 他的捷余款高达十七亿 可是我们知道 现在每年在农历春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小邻村的朋友们 在到台北来卖年糕 那很多热心的人 譬如说陈世蒙老师 很多包括像嘉瑜这些市议员 大概他们也都帮助买 帮他们买过年糕 他们为什么卖年糕 因为他的家园整个毁掉了 然后他没有办法 照他以前的生活方式去谋生 那大家都可以想到 这么大一个灾难 会不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他的父母 在一夕之间就没有了 那这些小朋友还没有长大 他没办法赚钱 他以后要读书 怎么办 要不要钱 要钱 那会不会有很多 原本做小生意 可能开一个小店面的 他的谋生的工具 一夕之间也没有了 那他如果要重新再来 需不需要钱 当然需要钱 你既然剩了十七亿 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十七亿 存在一个专户里面 就专门给八八风灾 这些受灾受难的家属 或是本人也好 就让他们来申请嘛 就这个才叫专款专用嘛 你怎么会把这个十七亿 挪到别的地方去用 而且呢 我们在节目中也检视过 他就短短给你四行字 那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对不起 只有天知道 那这个跟当时有捐的 他的捐款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捐权是说八八风灾 这么大灾难好可怜 我们来帮助他 可是你既然钱用不完 你怎么可以挪到其他地方去用 你看我们讲了半天 就实际就说希望我们能够刊登 他南亚这个赈灾 结果是两张纸 对啊 因为他之前的地区跟 我们卫福部也把它平等为一种 什么国家 然后多少钱 对啊 中国也在南亚 对啊 那如果如果今天如果说有这个 韩国的侨民在台湾 他捐了钱要去帮助南亚赈灾 结果发现他捐了钱被拿去帮助 他的敌对国家北韩 那他不昏倒 所以我觉得钱不能 不能这样子挪来挪去 因为这不是马英九的特别费 还有大水库小水库的 你慈善机关你就是专款专用 那你说好 你持细有这个例行性 常态性的捐款 那是另外一本账 可是你光是专款专用部分 你就已经经不起大家检验 好 我们讲一下 就算他专款专用 在九二一的那个戏目里面 他在这个网站里也有 他这个九二一的这个使用 是收入跟支出都是零对零的 非常的精准 跟马英九总统的政治现金 申报是一样的 但是他九二一的专款专用 里面有一笔 他里面赈灾很耍 什么希望工程 小学兴建你就罢了 很离谱 超过了八十几亿 可是其中有一项叫做 资助大学基金八亿多 一百零四页 你去资助大学基金 这跟九二一赈灾有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资助慈激大学 所以这个基本上 就是说他就可以这样子 几个栏目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 他是自己做裁判者 他是求援兼裁判 然后所有的是非 都是我说了算 你知道他的霸道 其实现在慢慢的这个 让很多人提出一些 小细节的说法 我们才发现 他的长期受溺爱 已经时髓之位 变成一方的这个大皇帝 你知道吗 有人说在他们的医院里面 一定要播放他们的电视台的新闻 那有些人他在就诊的时候 我是听一个人说的 就是说他进去看病了 然后刚好外面的新闻台 播了什么东西必须看的时候 医生还叫护士请这些病人 要先看完这个专题报道之后 再回来看病 OK 不然不开药 有这种事 这个都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申诉 那到目前为止 除了卫福部做这个慈激的小公关 帮他这个做背书 而且背书背得一塌糊涂 有这个顶心的这个事件的 这个重复版的这个状况之外 其他人都不动声色耶 我不懂其他人在想什么 好 杰明我发现 你看慈激他又是列地又是买地 又是开造证 然后你看他投资股票基金 然后他还汇到海外去 在海外成立分会 这分会就有点像subsidary 有点像是分公司 那又有点像是加盟 那这样子我看看 我觉得他应该改名叫慈激投资银行 这个investment banking 他其实是真的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谈到 就是南投一年的这个政府 因为南投现在县政 发不出了薪水 他一年的这个 发不起薪水在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南投县政很穷 他一年预算大概是150亿左右 所以你用这个比较来看的话 慈激的有钱程度 是可以想象的惊人 但是我们喜欢说 说数字 说到数字 就会把一些事情揭露出来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还是一样我们拿财报 财报不是一次想要全部把所有问题 疑点拿出来 不是我在玩游戏 而是我们希望丢一点 丢一点的时候 慈激可以回我 我们到时候不回话 我们就把所有的疑点全部出来 那么今天我在提上次 我们提的疑点是说 你这八亿跟这个七亿的钱 是真正你才是所谓的捐款收入 因为刚才彭教授 有拿到国外的资料 因为国外是你如果今天是所谓极难救助 这种所谓极难捐助的话 绝对不会盖房地产 他绝对是你就是职业像红十字一样 他买的是粮食 就是兼赠粮食 他不会说 我本来是要捐赠粮食的部分 我去盖粮仓 这件事情他们绝对不做 所以这个事情在美国 是在欧美事件不会发生 因此他才用基金会或分会的方式 把你这个钱拿去做变成基金会 而且在三人名下去买房地产 我把话题扯远了 我们直接拉到今天重点 到目前为止 实际还没有回应说 你这九十亿元 怎么真正用在所谓的极难 跟社会救助 只有十五亿呢 这部分他没有说明 好 那我现在请观众朋友看的是 哪个数字叫利息收入 二点五四亿元 利息收入麻烦 观众朋友 你可以拿计算机 我就用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 你是要哪个利息做基本 那我直接拿银行的利息成本 是这个 就是零点八个百分点来计算的话 计算机很好交 你就直接呢 就拿两亿五千四百万 除以零点八 百分点就是零点零零八 那答案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的本金部分 OK 我们来算看 到底持绩在一百零二年 他存在 就是可知息的金额有多少呢 当然是三百一十七点五亿元 三百一十七点五亿元 好了 那你对这个数字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今天缺席的钱 不只你没有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因为九十亿只花了十八亿 勉强 十五亿勉强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 真正是极难救助 但他存了 三百一十七点五亿元 监密提讲的是银行利率 对不对 对 实际有没有可能存在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但是问题是 如果单纯只是用银行的 平均成本利息来算的话 他总共存了三百一千 因为我不觉得 他可能有些是属于零存 有些是可能是定存 那现在定存利率很低 所以我把活存 零存 把它除处存 加起来 成本是零点八 就是算出来是三百一十七点五亿 我请问观众朋友这件事情 你给实际的钱 是拿去给他做存款吗 那我自己存就好了 你存了三百一十七点五亿的钱 你是要干嘛呢 好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 后来我想想看 对这问题总是要有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 我就慢慢地得到大 我现在还没有谈到刚才房地产的事情 因为房地产的事情还蛮有趣的 那我这个图表还有很多的疑点 我现在不解 慢慢地解 反正时间很长嘛 那有一天彭教授说 不完了 我赶快把这个财报里面的问题 一次解完 我以为你说有天他进监牢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我进监牢 我在监牢里面继续讲这个 对我就说 有一天彭教授说不谈这个事情 我会不谈的嘛 但是呢 我们是 因为这个也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他就是花不完嘛 当存款 好了 但我重点来了 这里呢 当然每一样事情都重点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讲到小邻村 我上次有解释过 小邻村只剩下90户了 那么为了90户的钱呢 你总共要48亿元嘛 那我们当时有算过这件事情 那我请问一件事情 你的费用是多少 你的费用是三亿多耶 我问一件事 现在刚才不是讲说 这些小朋友没有父母亲面 你把这三亿元当作这个知习给这小朋友 那么可以活多久呢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第二个问题是在这里 这是他们整个小邻村 因为小邻村当时有说到 可不可以不要就是盖在平地 可不可以盖在山上 他们原本的地方 那原本有些稻米 这个农田 能够继续开发 你就不用到台北来继续募钱 所以明显一件事情 当小邻村人到台北 做米糕什么事情的时候 表示慈激请问一下 当时你救助小邻村的钱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你盖了一个这么大的园区 这园区很像那个一般的建案 那这里面园区里面 真正用在小邻村的户数 只有几户你知道吗 只有用二十八坪来计算 你只盖了九十户 九十户而已 那其他这些空地在干嘛 而且用到土地面积非常惊人 总共用到五点八公顷 五点八公顷 如果你今天算一公顷是三千坪的话 你总共用到了 一万七千四百坪 听到没有 一万七千坪 我想慈激应该很多建商在里面 一万七千坪的地油 只盖了九十户 而且每户只有二十八坪而已 这是什么样的建案 我也不懂 好 那放了一大堆什么慈善机构 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周边设备 那我请问一下 这周边设备谁来照顾 最后是不是丢给县政府了 但问题是 你盖这么大的面积里面 所用的这些建筑成本 你周围的这些配套的厂商 花了将近这么多土地 盖了几户 那到底钱用的多少钱在里面 那么这些所谓的 发布到钱要不要计算 好 可能观众朋友还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事情 你知道为了去小邻居震灾 他们在所谓的职工部分 就花掉三亿多了 你知道三亿什么概念 因为剩下的人口数 大概是几百个人 就是我们说小邻居 剩下几百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 往生的人政府会补助 就是做这个坟墓 什么之类的 但是剩下的人数 大概差不多一百多人 你如果把这三亿多 给你慈祭拿去 花在职工身上的钱 给这一百多个 这个我们说的 留下来的这些孤儿寡女 每可以分多少钱 这些钱都被 实际的职工拿去 然后盖这个房子 盖这个房子的费用 又有一群人去瓜分 好 我把这故事再连接到 刚才就是我们说的 为了弹子的这个盖这个医院 那么弹子盖医院 好了 当然这土地上面的 这个费率 就是由这个土地变更 当然可以取得相对的便宜 可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当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旁边马路拓宽 是花谁的钱 政府的钱 好 那也就是说 当马路拓宽 交流掉一出来的时候 周围的土地价格 肯定是升值的 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 刚才说那个建案 因为他附近的房子 全部已经慢慢盖起来了 那个土地到底是谁去累积的 是不是也是跟慈激 有关的职工 但是我讲到这边 都没有任何法律的行责 去说这个慈激 变成是一个大的这个 我们说利益团体 然后周围把土地埋起来 草房没有办法 但是各位你还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记得当时谈刘正宏 刘正宏呢 他一直处心积虑 把后龙设一个后龙站 我其实蛮好奇 到时候那个后龙站 到底有几只猫会上去 因为我们知道后龙那个镇 已经是一个没落的城市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把这个远雄找过来 远雄 远雄 你来一来 我现在圈了一块地 叫做后龙的地 那因为他们已经 招标的第三次 周围没有任何的厂商要进驻 因为那个地方太偏远了 我想因为我住新竹 我真的没事干就跑去看看 到现在还是空地 真是完美的空地 马路都弄好了 还是空地 但是你会看到 你没有看到刘正宏的房子 对 有 我有特别注意看 那上面还有很多远雄地要卖 远雄地要卖 远雄地要卖 好了 当然远雄 我们就想到大巨蛋 但是各位你到苗栗 远雄想不到大巨蛋 远雄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刘正宏为了那边土地 那个有增值价值 他要找远雄去做什么事情 去盖医疗远区 好了 那你就懂了 如果你今天把刘正宏 炒后 就是把后隆土地边 因为现在大埔案标准 已经是炒作房地产了 这我不用说了 因为刘正宏两大案子 一个就是大埔案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后隆 这个基地 现在已经流标第三次 没有任何科技厂商要进驻 但是你医疗区过来 为了医疗区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远雄仁寿跟他弟弟无息贷款 两亿台币去买七七洗管的 这个炒作土地 有没有印象 有吧 所以懂了吗 你今天把这个刘正宏 后隆这块土地 跟这个远雄的这个医疗中心 跟这附近的土地 还有包括这个刘正宏 这个远雄把钱借给了 这个刘正宏家族 你把这个模式拉过来 像不像慈祭的模式 所以他结合了政治 还有所谓财团 透过土地的变更 创造一个惊人的利益传体 而这利益传体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就是从这个盖 这个我们这个 就是那位台北小城的 何国庆 他把这个模式拿到加拿大 答案就已经清楚了 那么我们讲这么多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要件 今天的案子讲到这个彰化县长 这个卓博员的时候 谈到就是五千万 这五千万的流动的时候 五千万而已 我们今天那个慈祭的钱都是几亿几亿 数十亿在跑 他是用什么洗钱防治法 我请问一下 今天当这个钱流到国外 而且不知去向的时候 甚至到某个特定的基金会 基金会只有三个人 以加拿大做例子的时候 请问一下所有检察官 你有没有一个法条可以做了 那个叫做洗钱防治法 而洗钱防治法涉及的那两位 卓博员的亲戚 都是用两百万交保 所以有法啦 有法条的 检察官你不要再说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 从你我们该指控这些事情 他已经触及了洗钱防治法 够了吧 有法条 全台湾有检察官 该是查的时候了吧 检察官听到这一段 先看了一下毁谤罪 那个寇姐 不 我在寇姐回答之前 我要先跟年晃讲一下 就是你刚听到那个什么 大台北 台北小城 对 有没有心中敬意一下 因为你就住在那个 听说是 洁明讲的那个土地上面 对啊 没错 何国庆所开发的 对 何国庆开发 那你应该有实际加持过了 没有 那应该住得蛮安心的 是很安心啊 我们那里很安全 市场不错 对啊 其实我 市场好不好 不知道啦 因为反正住 我们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嘛 但是何国庆 曾经把中间一块土地 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行为不足取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还在社区 绑白布条抗议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因为社区很大 所以有一些绿地 那当时他们在卖预售屋的时候 我问那个老住户 他们是说当时建商是跟他们讲说 这个绿 这是公园啊 这是空地啊 所以环境很好 当时房价卖得还不便宜 结果后来呢 他就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地 就卖到澎湖 卖给望安乡公所 然后有一些 我稍微补充一点点 他在台北小城第一期的时候 强调他有很多的绿地 然后很多人觉得 这绿地很好 而且水土保持很棒 因为你山坡地 就是要水保持吧 就去买了 好 接下来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空地呢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就莫名其妙变成抵税的这个地 然后后来这些地呢 就陆续被另外一个建商 陆续的收购 前一阵子呢 大概一两年前 就突然有建商说 要在我们社区里面盖大楼 所以当然 因为大家住户 当然是群起抗议 因为我们社区里面没有大楼 所以大家就当然就抗议 所以我后来 因为那天在讲到何国庆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名字好面熟 我后来发现我们家水电费的单子都是他的名字 因为都是建商的名字 所以我对他这种行为 其实我是还蛮有意见的 那何国庆是谁 我们请嘉宇解释一下 所以呢 就是说慈继这个亡国里面 这个示招会所说的牛鬼蛇神 好像在这个市政研 董事长旁边 这个何国庆 文素贞 十一年前的这个土地的买卖 更别讲我们现在讲的这几个个案 请教特征组或者是 我不知道这个 一个这么的一个 无形上面的造神出来的一个领袖 到底是属于特征组查 还是属于这个地方检察官查 一般检察官也可以主动追诉 但是不管怎样 这已经造成了社会震动 那个时候这个特征组说 要找我这个到特征组去 约谈的时候的理由就是 已经造成了社会上的 对这件事情的质疑的社会震动 事实上那是从门神说 从去年的十月十六号 又搞了七十一天 那陈水扁 你不讲马银九 你讲马银九团队 所以才拖了七十一天 当然了 后来这个 但马银九团队跟马银九 有什么差别 好 现在徐家庆讲一件事情 特征组就要查 那这件事情这才震动得多 现在人心惶惶捐过 一百块钱的人 很多人要求退费 很多人说他们这个 捐出来的钱 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很多人开始查他的收据 我们以后也要有一个 这个消费者运动 就是请这个 慈祭退费的这个消费者运动 难道不行吗 可以啊 可以学游希坤 在新北帮忙的这个 实际上慈祭从功德会开始 王锦宇女士开始做所谓市政研 一切的今天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 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 那我们要反这个慈祭的 这个黑箱作业 反慈祭的掠夺这个 我们的土地资源 我们要对于所谓的善款 拿来做涉嫌起钱之用的 这些质问的相反的就是 我们要定令我们自己的法条 所以慈祭人请你们站出来 投奔自由 进入我们正义的团队 然后来大家一起拿出证据 向市政研董事长 来要求法治的制裁 至于社会观瞻面 我敢非常大胆地说 慈祭王国的形象已经开始破产 慈祭王国的问题是弊案 好 嘉瑜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何国庆 因为你曾经在 慈祭加拿大的分会当中 看到这个人的名字 对 在加拿大分会的会议记录上面 当时台湾的慈祭就是 汇出了4.5亿元 到加拿大去购买土地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讲 就是说这笔土地就是登记在上人 何国庆跟王端正 这三个人的名下 那何国庆当然 他其实加入慈祭之前 他是一个建商 但是加入慈祭之后 他成为慈祭医院的董事 然后开始在加拿大的海外分会 可能掌管了一些财务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政经就是从上个礼拜 几乎两个礼拜以来 抽丝剥茧 把慈祭的所有问题 都一一的呈现 一一的去检视 可是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慈祭 它是一个慈善团体 它不是一个建设公司 它不是一个财团 可是为什么我们所讲的 它的所有的行为 都像一个建设公司 都像一个财团所做的事情 那包括说他把钱汇到海外去 这些海外的资产 我们一再的质疑说 到底慈祭的名下 有多少的海外资产 不管你是拿赠灾款 去海外盖学校 或是说你是拿 这个台湾的慈祭基金会的钱 去海外盖分会 到底有多少 台湾的政府有在管吗 其实我很担心说 是不是大家这个话题 不讨论下去 慈祭的财务问题 也没有人会再去追 也没有人会再去管 那这些慈祭里面的问题 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然希望像慈祭 这样子一个发善型 做好事的团体 能够永续的经营 而不希望说 有人在里面加入了慈祭之后 开始运用慈祭庞大的资产 然后再做个人的牟利 因为我觉得很遗憾的 就是说看到了很多的董事长 他们加入了慈祭之后 开始土地的变更 开始一些保护区的变更 而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利 就像刚刚讲到 台中弹子分院的事情 这个吕芳生 这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 他同时 他也是慈祭的董事 那他同时其实 在慈祭医院盖医院的同时 他也在附近买了 这个保护区的土地 然后开始的盖房子 就像我之前讲的 这个慈祭的大爱电视台 在关渡平原 当时华硕捐给他之后 慈祭开始呢 每一个这个慈祭人 都必须用华硕的这个 平板电脑 来使用做记帐 连那些婆婆妈妈 可能不懂平板电脑 也必须买华硕的电脑 然后之后呢 周遭的土地 开始语入均沾 包括这个整个 这个华硕周围 在关渡平原这边 本来是科技园区 也可以变更成为 这个所谓的住宅区等等 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说 像这样的问题 一再的发生 过去没有人敢去检视 没有人敢去提到慈祭 因为慈祭真的是 神圣不可侵犯 有太多太多的影响力 在这个社会上 几乎是铺天盖地 不管是市井小民 或是说政治人物 或是媒体人 有太多太多的慈祭人 可是我觉得 借着这个节目 是希望说 这些慈祭人 能够想想说 自己当初的初心 加入慈祭的用意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在慈祭里面做好事 可是当我们暴露说 慈祭有这么多的问题 财务不透明的时候 这些慈祭人 有反过来去要求慈祭 必须要公开透明这些财物吗 包括说那些赈灾款 其实它就是用一张A4紙 可是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 不仅是专款专用的问题 你的所有的支出 有没有明细 有没有单据 慈祭拿得出来吗 我希望慈祭人 能够好好的回去了解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请教的是 美惠姐 她是这个内湖的里长 长期跟因为保护内湖 这块地不被破坏 跟这个慈祭有过 许许多多的交手 那我想你承受的压力 应该比我们更长更久 是啊 我想谈一下说 我们所承受的压力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是我们有一年 我们买了一个公车广告 那这个公车广告 就只有跑了七天就不见了 那为什么会不见呢 其实我们 老实讲我们自己很错愕 因为我们这上面 只有写两行字 就是正言法师 请放过内湖保护区 实际不要做违法的事 我们为什么这么写 我们为什么希望 他能够放过内湖保护区 因为这个内湖保护区的这个 我们的保护运动 其实在我还没搬进来的时候 那个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就开始 当地比我早住进来的 这些里民都已经开始 所以后来换成正言法师要进来 要开发 所以我们大概就继续这样子 然后就这两行字而已 这两行字出来的第七天 那个这几尊 这几尊大人物就出现了 这几尊 这一位是菜堆 那他是担任这个园区的召集人 那这一位是何日生先生 你看他们都好严肃 然后这旁边这个最伟大的 李永然大律师 他说我们的公车广告 涉嫌毁谤 而且违反公平交易法 他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 我们第二天所有的广告 通通不见 就是一夜之间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有点那种 好像某个城市忽然间经过大屠杀 但是第二天洗得干干净净 那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恐怖 好 那李永然大律师站出来讲话的时候 就是很严厉的指责我们说 我们违反公平交易法 然后要告我们之类的 那当天其实他们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那时候是在小学里面 陪我们小学的乐团在练团 我就接到记者的电话 她说梅慧姐 那个慈记要你们测广告 你怎么说 问我怎么说 我说他们测案 我就测案 我就测广告 如果他不测广告 我们就不测 但不测案我们就不测 好 然后我们就不理他 就继续走 继续走 接下来是怎么样 他的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记者会开了以后 我们广告不见了也就算了 再爬我们一爬 法师说 心宽念存习纷争 也就是教训我们 说我们应该要心宽念存 我们要做好事之类的 就是你心窄念不存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菜堆召集人 哭得迷迷茂茂 那个包括他里面的所有的志工 那这边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报导 里面写的就是我当事人 我在里面我说 我说我们不会测广告 那在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对整个大湖里 我们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 自己做了一个说明会 我们把我们所了解到的计划书里面的 所有的问题 以及慈济他自己对外所宣称的 这些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对照表 我们认为计划书里面提出来的东西 是怎么样子 那慈济呢 他自己的说法是怎么样 这边就写得很清楚 然后呢 里面有一张很清楚的地图 告诉大家 告诉我们的里面说 这个地方的包括水的问题 包括这个地质的问题等等的 我们都做了这些努力 然后来讲 但是呢 慈济他就是有办法 他动员他的人到现场 来讲他们的想要做的志业等等的 那本来这场说明会 菜堆部长他是很肯定的 他在一个月前就很肯定的告诉我 说我一定会去参加 他说只要你们一个月前告诉我 我一定会去参加 OK 结果最后还是没来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其实也是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但是说真的 其实我们任性还满强的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 好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